男人坡驾驶战斗机甲去抢地盘体型有几栋楼那么大 结果被对方按在地上摩擦 今天请你给大家带来一部复古而十足的科幻片《机械围龙》 故事发生在核战争之后的世界 由于上次核战几乎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 于是各个国家定下条约 战争被废除 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问题将通过机器人禁忌来解决 男主角阿基就是核纵国这边最强大的机甲战士 除了阿基之外 机甲中心还有许多后备战士 这些后生载中时不时都会有人站出来挑战阿基 不过最后都不是阿基的对手 训练结束后 阿基发现训练中心来了一个女战士 这就是女主角男人婆 阿基向男人婆示好 不过男人婆并没有鸟她 很快机器人禁忌的日子就到了 这次阿基的对手是同盟国最强大的机甲战士 标格 两人将为阿拉斯加最终的归属全二战 阿基登上机甲来到了竞技场 对方已经在场上等他 两边机甲一登场 就用远程炮火展开了对攻 阿基尝试用新开发的绿机光展开攻击 却被对方机器人轻松抵挡 原来新武器的情报早就被间谍泄露了出去 几个回合之后 裁判进场宣布禁止使用远程武器 于是两方机甲展开了一场肉搏 阿基被对方一脚给踹晕了过去 正当对方逐渐靠近的时候 阿基终于醒了过来 他使用电锯锯断了对方机器人的大腿 对方箭行动受损 于是发射出全套飞弹 没想到全套却失去控制 飞向了观众席 阿基为拯救观众 用机甲挡住了全套 但最后还是有数百观众被压死 由于出现意外事故 比赛被迫中断 之后军事法庭宣布 此次战斗无效 双方需要在下周进行重赛 但是阿基在目睹了观众的死亡后 大受刺激 决定退出机器人竞技大赛 连主管也劝不住他 晚上阿基来到酒吧喝酒 飞哥又跑来挑衅 双方差点来了一场真人肉搏 不过飞哥只想在竞技场干假 他给阿基下了战书 之后便扬长而去 留下阿基一个人在酒吧喝得步行人事 等到阿基醒来时 发现自己已经回到家中 原来是男人婆将他送了回来 男人婆询问阿基为何要退出战斗 阿基没有多解释 男人婆使用激将法 然而还是没有来用 最后只好心性的离开了 阿基来到机甲中心和教练告别 之后便来到好朋友家里 欢度假期 而此时机甲中心也展开了一场竞赛 获胜者将成为新的机甲战士 参加下周的机器人竞技大赛 阿基从电视新闻中得知 男人婆将成为新的机甲战士 阿基担心男人婆的安危 于是又回到了机甲中心 决定继续上场比赛 回归后的阿基向博士询问机甲的新武器 但是博士担心有间谍泄密 告诉阿基他可以在战斗前观看 不久之后 教练单独来到了博士办公室 问博士为啥不让他知道新武器 这时博士翻出了一段教练以前的战斗录像 他断定教练就是同盟国的间谍 教练见自己的秘密被发现 于是便干掉了博士 之后还打给主管 诬陷博士就是对方间谍 晚上阿基在自己房间休息 男人婆却找了过来 他谎称要送给阿基礼物 让阿基转过身去 然后用麻醉枪麻倒了阿基 之后男人婆便假装成阿基进入了机甲 等到机甲中心发现男人婆身份时 他们已经无法阻止男人婆 男人婆驾驶着机甲爬了出去 这时阿基也赶到了机甲中心 他提醒男人婆打开机甲录像 查看新的武器系统 没想到录像中圈记录了不是被害的经过 教练见身份被拆穿 选择了跳楼自尽 阿基回到指挥室 继续指导男人婆进行战斗 男人婆一上场就使出了新武器闪光波 但是这招只能让对方短暂失明 恢复过来的彪哥直接一招猛虎下山 将男人婆安在地上 男人婆用电锯锯断了对方一只手臂 然而对方机甲仍然凶悍无比 彪哥使用弹弹拳 男人婆被按在地上摩擦摩擦 阿基眼见男婆危在旦夕 于是便驾驶飞行器飞到了场上 彪哥见阿基终于露面 决定和他再战一场 阿基进到机甲里面 开启了机甲的第二形态 白色机甲瞬间化身成为 可以飞行的机器人 飞到了太空之中 这时彪哥也变身为飞行形态 在后头颈椎不舍 最后一炮射中了阿基的屁股 阿基操纵机甲降落到一处荒漠 接着开启了机甲的第三形态 白色机甲变成一辆坦克车 朝着彪哥冲去 然而刚靠近彪哥 就被彪哥的机甲整个掀翻 彪哥用电锯聚开阿基的机甲 阿基不得不气急逃亡 最后阿基跑到了黑色机甲的断手里面 他接通断手的电路 最后一招弹套飞弹 送彪哥的机甲领了喝饭 不过彪哥也从机甲中跳了出来 双方又是一顿肉搏 彪哥被打倒在地 这沙基却扔掉了手中的铁棍 劝说彪哥握手也好 就这样双方一起活了下来 影片拍摄于1990年 那时前苏联还没有解体 美苏双方仍处于冷战状态中 这样一个结局也算是皆大欢喜了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是科幻战舰 要是喜欢新兴的解说 就点赞关注一下吧